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没有追过来 大黄 我相信这里真的是远古诸神战斗的地方了 远离海滩之后 莫无忌才感叹出声 大黄虽有模拟弃灵 但也只是一个仙魁而已 莫无忌和他说话 他只能嘿嘿笑几声 便没了瞎闻 莫无忌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里到处都是破碎的石块 仙灵器也较为薄弱 神念的边缘一片模糊 和诸神天谦一样 他没有了任何的方向 莫无忌周眉 按理说 诸神塔是一个高塔 应该有很多层才是 就算他现在在底层 也应该有进入第二层的入口 可现在他的神念不但没有方向感 连入口在何处都不知道 可惜他从天谦仙城出来的太突然 以至于没有询问一下有没有诸神塔里面的地图之类 就在此时 羞了一声 一道破空的尖锐之音滑来 带着极致的杀机 一种死亡的气息 瞬间笼罩住了莫无忌 莫无忌甚至连躲避的手段都没有 又是大慌一拳轰出来 将那道破空的尖锐直接轰飞 同时他也后退了数步 莫无忌脸色有些苍白起来 刚才那道破空的尖锐似乎是一道杀器 这道杀器在诸神塔里不知凝聚了多少年 居然到现在还有如此可怕的威势 假如他没有大慌 现在恐怕已是一具尸体 这才进诸神塔多久啊 一个时辰不到 他就接连遇见了三四波的危机 而且每次都是他毫无反抗之力那种 只能依赖大慌挡在前头 如果进入诸神塔如此危险 谁能够活下来 大慌 你跟进我 时刻注意周围 莫无忌有些怀疑 他是被传送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 否则 诸神塔的这种危险 他不会一点都没听过 因为完全失去了方向 莫无忌只能随便选择一个方向 带着大慌走了约莫半天的时间 一杆十五丈长的方天画戟斜插在他面前 画戟通体暗红 两片半月几刃似乎毫无岁月的堆积 依然散发着恐怖的暴力之气 莫无忌尚未接近画戟 已经感受到了那股恐怖的杀机 这比起先前那道突兀射向他的杀器 这种杀机不知强悍了多少倍 除了这恐怖的杀机之外 莫无忌还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不甘 莫无忌停了下来 他不敢继续前进 以他这点修为 恐怕还未靠近就会被画戟直接撕裂 哪怕看不出这画戟是何等级 但莫无忌也肯定 这绝对是超越九品仙器的存在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莫无忌心中愈发震撼 到处都是九品仙器以上的宝贝 气灵亦是随处可见 不但如此 杀器似乎还有了灵性 长时间下去 这杀器都快成到了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既然这里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为何没人炼化这些东西 然后带出去呢 他修为太低才大一仙 是无法炼化这些 带着恐怖杀机的顶级宝物的 但是进入诸神塔的 可不都是他这种修为低下的 尽管规定先帝不许进来 但是每一次都有先帝偷偷进来 至于先尊那更是一大堆 八呀 我感觉这里不是善帝啊 就连大荒也有些担忧地说了一句 莫无忌岂能不知大荒说的对 他早就知道这里不是善帝 这里好东西虽多 可没有一样他能带走 在这个时候 他只希望自己能早些离开这地方 大荒 我们换一个方向 这边杀器太重了 莫无忌当即说 尽管这杆斜插在地上的方天画戟之后 是一片空旷之处 但莫无忌依然感觉自己看见了尸山血海 在他眼前好像就有这样一幅画面 一名犹弱天神般的男子 抓着方天画戟 一路肆虐斩杀 无数的强者 在这方天画戟下 化作亡魂 一具具尸体 在这男子背后倒下 但是这诸神大战里 从来没有最强者 只有更强者 这手握方天画戟的男子是强 但终究是遇见了 比他还要强的强者 最后被人斩杀 自己的画戟 也这样从天空落下 斜斜插在这 带着杀鸡和不甘的叹息 同一时间 苏西也落了下来 和莫无忌不同的是 他和所有人一起 被传送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场上 广场上诸人迅速散开 一些相熟的则直接组队 苏西惊意不定的四处看了看 他居然没有发现莫无忌的行踪 这让他有些惶恐不安 他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莫大哥没和别人一道传送过来 不和莫无忌在一起 哪怕知道自己服用了遮前丹 苏西也不敢和别人靠得太近 他赶紧选择了一个方向 迅速离开了广场 刚刚离开广场 他就感受到了一股浓烈的先灵气息 不 这不是先灵气 而是比先灵气的等级 更高上一些的气息 虽然薄弱 但苏西感觉 在这样的环境下修炼 比他在仙界洞赴闭关 还要好上很多倍呢 想到自己即将突破大一仙中期 苏西决定 先找个地方 将境界稳定在大一仙中期 然后再研究一下星海神诀 他和别人不同 他进入诸神塔 不是为了寻找什么宝贝 完全是为了和莫无忌在一起 师父在的时候 师父就是他的靠山 是他的天地 师父突然陨落 他被莫无忌救下后 在心里已把莫无忌 当成了唯一的依靠 在他心里 只有和莫大哥一起的时候 才会有安全感 这也是为什么 卓平安的实力 比莫无忌强得多 他依然不愿和卓平安 单独离开的原因 现在莫大哥不在 他不想四处冒险 只有先找个地方 等待莫大哥再说 诸神天前边缘 一艘飞船停下 飞船中走出了一名中等身材 毫不起眼的男子 这男子不但长相不起眼 面色辣黄 衣着一样不起眼 浑身麻色不一 脚上有双麻鞋 这等装扮 在仙界 基本上算是苦无形仙修 但此人目光却极其凌厉 浑身上下带着一种 淡淡的血腥之气 似乎刚从血海中 爬出来一样 他一下飞船 便急步走到了一鸣湖面前 躬身一礼 底子皇傻 见过宗主 原本和雷古云 盯着诸神塔入口皱眉的 一鸣湖神色缓和下来 他看着过来的 麻鞋男子点了点头 语气何须地说 王沙 你很不错 没有辜负你师父和宗门的期望 短短时间道运更加凝实 修为也再跨一步 我关你已是先王后期巅峰 估计再进一步 你将冲进先尊之脸 比起你那不争气的师父 你想得多 弟子魏莫记忆 不敢和师尊相比 你也不必谦虚 撒剑是什么料子 我比你清楚 在大剑道 你和方石江都是我最看重的 方石江即将进入太上天 将来自会有他的造化 所以 罗陵先与大剑道的将来 是要寄托在你的身上 弟子 必不会辜负宗主的期望 好 这次叫你来 是让你进入诸神塔 这名额我弄来的很不容易 你进去之后 只要杀一个人就行了 黄沙不等一鸣胡说出名字 他直接抬头 眼中露出坚定 我必杀莫无忌 为我师父和师弟报仇 嗯 你千万要记住 莫无忌身边那个仙魁可能不简单 很可能是仙帝强者 诸神塔中 有超越仙灵器的修炼元气 以你的资质 再加上这枚丹药 我相信 你肯定可以跨入仙尊之列 说着 一鸣胡取出了一个玉瓶 和一个灰色的阵盘 递给了黄沙 黄沙一接过玉瓶 心中就是一阵狂喜 他神念扫到这枚玉瓶中 有一枚元吉尊丹 元吉尊丹 可不是寻常八品仙丹 而是让仙王有四成几率 晋吉仙尊的仙丹 他手中这枚橙色极佳 几乎接近了特等的层次 以他的底蕴 有诸神塔的仙灵器 再加上这枚元吉尊丹 他几乎可说 已经是半只脚 跨入了仙尊之列 多谢宗主 只是这阵盘是有何用处 你就算是仙尊 也无法和一个先帝傀儡战斗 这阵盘是九级仙器 富魁盘 任何傀儡法宝 在这阵盘之下 亦会被束缚神念和仙缘 你有足够的时间 解决那个魔物计 记住 如果可以抓活的 我捉回来 不能的话 杀了 东西带回来 还有 那墨无忌应该是以戎了 但我相信以你的直觉 可以感觉得出来 是 宗主 狂杀狂喜 他机缘不错 但是九级仙器这种东西 他还真没有 你去吧 那诸神塔的大门很快要关闭了 一鸣胡对黄沙微微汗手 黄沙转身迅速冲进了诸神先前 短短时间便进入了诸神塔之中 你大剑道 可是人才辈出啊 无论黄沙还是方石江都是九星天才 千里惊人呢 一边的雷古云有些吃味的说了一句 一鸣胡和和一笑 你雷宗近来不是来了个绝世天才吗 听说也是九星 别以为我不知道 雷古云听了这话 脸上总算多了些笑意 雷宏吉可不是九星 就算是他 也从未见过比雷宏吉更天才的家伙 和雷宏吉相比 九星天才其实也没什么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